首先呢拿出这个82年的破长风老 那现在呢又到了种猪顶红的季节了 特别的好看 这种话呢寓意也好听 但是很多的话有啊 种不活 直接就是种不活 今天呢教给大家怎么样把它给种好 首先呢 你一定要分清楚啊 咱们中国 产的一些个猪顶红呢 一般都是以土株为主 又固定了那几个品种 开花比较小 这种的进口的猪顶红啊 它的开花会很大 这个你要承认人家优秀 今年的老华一也在做这个技术的功课 咱们闲话不多说 首先呢大家一般要去买的话呢 都是买这种进口的比较多 你收到之后啊 没有必要去这样啊 给它撕这个皮子 这个完全没必要 检查什么呢 检查有没有溃烂的地方 大面积溃烂的 你像这种硬伤搓伤 个伤不用管 它跟洋葱一个道理 你关键点是啥呢 把下面这些老根 根盘给它处理一下 首先呢拿出这个82年的破长风老 老破刀 我这个是没条件 你们有条件可以稍微的削一下毒 或者酒精灯之类的削削毒 最重要的是把这个根盘这样削一下 削的时候注意点 别太凶了 给你们看一眼 看到没 根系已经冒出来了 这就是它的根 十天的时间吧 根系长得就很好了 其实一个礼拜的时候 长的根都已经超过五厘米以上了 有些话问我老花姨为什么要削啊 你还问为什么要削 你家谁出生了以后不剪旗带的 你是这道理吗 臭包 就大概削成这种感觉 很圆润 很舒服 让它根系有地方长 要不然呢 它就长不出来 之后种就更加简单了 一定要选择这种排水偷漆的花瓶 最好是有这种漏水槽 再一个呢 就土壤了 土壤尽量的选择这种松软透气的 你猪顶红都买了 一般这种猪顶红都大几十 你买这么一份土的话 要不了多少钱 一个盆 然后呢 一定要松软 就直接这样 伤口可以消毒 也可以蘸一下生根 也可以什么都不用 因为它本身里面 什么营养都够了 就即使是你不浇水 你见过那个蜡蜂的猪顶红吗 即使是你不浇水 啥也不用干 嘟噜噜噜就能开花 所以说贼剪的就这样 往里边一横 就完事了 这就种完了 你也可以稍微的埋得深一点点 但是你记住啊 开花的时候呢 你就这样放上 基本上就放上就完事了 你等到开完花 你可以换个大盆 稍微的给它埋深一点点 埋到这个位置 但是别太深了 还有一个点 就浇水的时候 尽量的别往心里面浇 这个呢 都是已经春花好了 买回去都能开花了 如果说学会了呢 记得给我点关注点赞 如果说有的话 没有学会呢 看到这里啊 你可以直接买老花衣的 相同的价格呢 老花衣是带盆给你摘好了 用的都是最好的泥炭土 然后呢 品种也很多 有这个橙色赛围 还有壁鲁的这个双王 还有毕加索 这些都是壁鲁球 花孔雀 还有樱花 阿拉斯加 还有西伯利亚 现在呢 暂时来了这五六个品种 后期就给大家充分很多的 好了 需要的凑宝呢 同款的都给大家 放到雪黄圈里面了 别的不说记得点关注啊 我是老花衣 余花称这里 大约是吧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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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